每个国家都存在着很多的问题 美国也是如此 但是很不同的是 美国的问题常常也是世界的问题 因为不管是从经济 军事 科技 信仰 文化等哪个方面来说 都是全世界最强大 最有影响力的国家 那么美国现在面临的一个最大的 最明显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最强国的领袖 已经一天都不如一天了 下面给大家看一个最近的片段 拜登说他要用一个词来形容美国 这个词是什么呢 他失智的症状真的是越来越明显了 如果他只是一个走在街上的老人 那我就会过去问他说 老先生 你信主了吗 信耶稣灵魂能够得救啊 但是他不是一个没事逛逛菜市场 打打麻将的老年人 他是美国总统 他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的总统 我们的核武器在他手里 我们人民的安全在他手里 全世界最强的军队 就是等着这样的人来发号使令的 但是我们现在这位老先生连所有的政令法律强制疫苗边境危机等等这些所有在发生的事情 他全部都搞不清楚 在上个星期的时候他就被人问到说美国边境管理局的第42号法令的事有一直在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就应该知道这个42号法令呢是关于我们的边境的就是为了要避免新冠肺炎在美国突然爆增所以我们就会拒绝怎么样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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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法的人进入美国我其实根本就不知道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的政令非法来到美国的人被抓到 然后遣返这不是基本常识吗 总之拜登就问到了关于这个42号法令将要结束的这个问题 结果他的回答没有人能够听得懂 这份练习经县这个问题我不开放那年转发人的问题 您吗 您应该认为最后一个问题是在卫星期时的问题 现在我们开始计算是被我们这种问题是要求决定完结束的 它们们能够規制疫苗的问题 由于贷 ang能不能够是显示的 些政治者需要这种问题 那我们要求那些研究竟话 这种问题是没有决定了 他在说什么 就是他的回答好像你乍一听 好像有点道理 但是仔细一合计又发现完全根本听不懂 因为他刚才把强制口罩令 跟42号法令给搞混了 在这之后呢 白宫赶紧马上发出声明 说我想要澄清 我早上回答对于记者提问的问题 我在说的是CDC的强制口罩令 司法部没有就第42条法令采取任何行动 对我们都发现了 我们也知道了 拜登跟我们生活在完全不同的世界里 除了刚才这个尴尬的场面之外 他还有一个更尴尬的事 他会跟空气握手 这样的行为都不是一个健康的正常人能够做出来的吧 在川普当总统的时候 左派是极力的试图要启动宪法第25号修成案 这个修成案说的就是如果要是总统变得没有能力治理国家的时候 那么他就要卸下他总统的职位 当时他们用的理由是川普是个神经病 那么现在的拜登呢 怎么就没人提说要启动宪法第25号修成案来罢免他呢 甚至奥巴马在白宫的医生都已经喊了好多次了 说要求拜登马上要接受精神和智力方面的检测 但是一直都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 我们都要知道自己是谁 我们要了解神创造我们的命定 我们的identity MyID这间公司的高级面膜 定期的使用从神秘果萃取精华而成的MyID面膜 这个特殊的配方全世界只有这一家有 所有的暗窗、皱纹、青春痘、粉刺全部一网打尽 不只是这个样子 MyID的创办人设立这家高档的皮肤公司的目的 就是要呼吁群众对于人口贩卖者的恶行的警觉性 和对于受害者实质的帮助 这些受害者如果没有被及时的医治帮助 重新回到社会正常生活的话 他们将会是我们不知道何时何地或者是谁 像定时炸弹一样随时都会爆炸 当你在MyID.life购买时 使用折扣码AINews全部大写 所有的利润全部都会拿去帮助这些被摧残中的儿童 也有部分会来帮助AINews继续传播正确的价值观 现在使用AINews的折扣码 还送价值25元的眼膜哦 脸对于男人跟女人都非常重要 特别是女人 当一个女人有漂亮的脸蛋的时候 她的自信、生活、体验 甚至拍照的数量都会提升 也会有勇气去跟不正义的事情对抗 所以今年的母亲节 送自己的老婆 送自己妈妈一套 MyID的面膜 甚至送自己的女儿一套 让她们知道 她们是被爱的 是的